10分钟的break才有可能 好我们下面有请高志祥牧师 分享如何开始帮助人成长 好弟兄姐妹大家下午好 这段时间可能是我们最想睡觉的时候吗 不可以 不可以睡觉 因为这一张非常的重要 这一张我觉得他 早上我们讲到的是这个 好像一个学校里面 在课堂里面老师呢 怎么样教学 怎么样帮助学生可以成长 怎么样成为一个好老师 但是我们今天呢 我们下午这个课堂 就好像是在一个学校里面 这个学校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格局 来帮助学生可以成长 假设我们这是一个英语学校 英语学校 那大家都想要学英文啊 那来到这个课堂上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把所有人都放在 这个字母和音标班呢 可不可以呢 大家可能就说抗议 我会讲英文哦 我已经会讲英文 我需要的是对话 我不要学这个 好那同样的 在一个教会里面 如果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成长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识别的能力 就是要知道谁会讲英文 谁的英文程度怎么样 那同样的我们也要了解我们的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的属灵的光景 我们的成熟度 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的 因为每一个人跟随主经历主的这个程度 过程都不一样 那今天呢 我们看一个图 下一个图 我们看见了 这个帮助人迈向成熟 这个作者 他把门徒的生命 用五个阶段来表达 那这个不是绝对的 但是他代表了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在成长的时候 是有一个方向的 兄姐妹 是有一个方向的 过去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我们的状态就是死亡 你看到我用紫色的标题来叫不信 那当你接受耶稣之后 你的生命就会进入婴儿 然后进入到孩童 然后渐渐长成到青年 渐渐变成父母 我刚刚在想一个问题 我小时候呢 我在国小的时候 我就很期望 我可以回到幼稚园 为什么呢 因为当小学的时候 我发现老师出给我们的作业 这个在假日的时候 必须要超国语国字两遍 如果是有单字 新的单字的话 等于是要写24行 或20行 很不愿意 很不愿意写这部业 所以我很希望我的生活 可以回到像幼稚园一样 等到我上了初中之后 我又希望我可以回到孩童 幼稚园 回到这个国小阶段 为什么呢 因为国小阶段 考试的时候呢 都不用读书 我都是凭记忆去考试的 但是上了国中之后不行 那等到上了高中之后 就发现 哎呀 还是这些的国中的 这些的同伴好 可以一起打球啊 我们一家 所以你知道 人生不同的阶段 你总是会羡慕另外一个阶段 那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你觉得你还羡慕 婴儿阶段的 你可以有人喂你喝奶 好 那在这个部分呢 还有讲到说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如果是成为一个牧者 我们成为一个领导者 我们怎么样帮助我们的弟兄姐妹 该怎么样下手 首先我们要先去知道 其实在灵命成熟 有五个 有这样的 一二三四五个阶段 那在每一个阶段呢 都有三种人有责任 三个部分有责任 第一个是我自己的部分 就是成为一个领导者 他有领导的部分 他有领导的责任 那另外呢 别人的部分呢 就是我们所带领的人 他们有责任 那比如说 我要他读经 他不读经怎么办 我要他跟我一起 每天导读 他不愿意怎么办 所以这个 所以当我们带领人信主的时候呢 带领人成为门徒的时候 我们带领者有带领的责任 那被带领者的 也有相当的责任 如果我们是1%的话 别人也是1% 那至于叫他成长的98% 在谁那里 在上帝那里 弟兄姐妹 我们所做的呢 跟弟兄姐妹是1比16化 上帝做的98% 甚至神做的更多 好 那所以我们就想到 只要我愿意去做 就99%了 弟兄姐妹 这不是作者说的 这是我说的 好我们往下看 我们往下看 第一个阶段叫做灵性死亡 我们还没有信耶稣的人 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就叫灵性死亡 那这些人 他们生命没有果子的 以佛所书说 他们是死在过犯罪恶中的 这些人有一个特质 他们就是不相信神 或者是说宗教都好 或者说我是好人 我不需要神 或者说你讲的很有道理 但是我信我自己这一套 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我们需要有人用真诚的爱来爱他们 就像这个台湾的幸福小组 他们用这种无条件的爱去爱他们的时候 打动他们 感动他们 那他们 当他们有这个信仰上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要做出完整的这种解答 所以我们要预备好 弟兄姐妹 我们要预备好 然后我们要常常邀请他们来跟随主 来参加聚会 好下一个 我们都知道这个刚刚当信主的时候 我们都是婴孩 那特别是刚受完洗的 甚至有些人 觉知完 他愿意接受耶稣 他就是一个婴儿了 属灵的婴儿 属灵的婴儿有个状态 他就是无知 哪一个婴孩 他会知道这个世界呢 没有嘛 但是有一些老基督徒 他们的生命就是无知 弟兄姐妹 他们可能连十一奉献 为什么要奉献都不明白 所以这些真理上面不明白的 就是无知 那他们的特征是什么 他们在教会里面会消费 他们想尽办法 就是参加各样的聚会 专注自己的需要 然后呢 这个 但是他们不知道 有一个好处是 他们有时候呢 你教导他什么 他就照单全收了 他们是很单纯的 他们需要被喂养 教会很多刚性主的 都是需要我们花内心时间 在他们身上的 我们要保护他们 免得他们受到异端的攻击 那要有人带领他们 使他们有好的榜样 下一个 那婴孩呢 这个是我想到教会里面最多的 但是这些孩童 是又天真又可爱又无邪 但是讲到另外一个 他们又爱 他们很爱哭 他们很爱闹 孩童有个特征就是说 妈我要这个 妈我要那个 你不给我我就生气 有没有 我们会觉得说 牧师讲到不好 我就想换教会 想换牧师 想换讲员 这个聚会不好 就怪小组长不好 然后这个带领敬拜的诗歌 都没有唱新歌 就说 为什么我们都要唱新歌呢 所以就会有很多 关注自己的感受 会表达出来 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 他们就反应就这些 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 我们要教导他们 学习要做学习做仆人 然后要以神的国为优先 然后要放下自己的感觉 下一页 在青少年的阶段 这些人就是 在教会有一段时间 他们服侍他们生命 愿意被调整了 愿意应用神的话了 然后他们常常会愿意 把别人的需要 渐渐的放在优先了 所以他们就渐渐的 会聚焦在神的身上 然后他们里面会有一种渴慕 就是我想侍奉神 我想要服侍 想要去宣教 然后想要一起去传福音 虽然生命还没有很多的改变 但是你会发现 他们里面有一个热忱 就是他们愿意服侍人 那我们怎么帮助他们呢 他们需要有属灵的老师 就是刚刚Rebecca讲的 要有个mentor 然后呢 他们需要有跟他们讨论 跟帮助他们设定界限 或者在服侍上面 给他们一些经验 或提醒 好 下一页 那最后一个就讲到父母 这个父母跟这个青年的 他们最大的差别是 父母有一个责任感 弟兄姐妹 我想问一下 我们里面有没有谁 你心里面就是想到说 我要 我常常想到我带的这个门徒 你会想到他就是 你有一个父母的特质 那如果你完全都不会想到他的话 即便你是在这个 带这个门徒训练 那我们可能还只是个青年 因为我们对他们没有责任感 然后没有委身 或者说对他们没有负担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里面 神希望我们都能够做父母 然后把神对于我们的教导 我们忠心的再去教导下一代 好 那我们看下一页 那这个是应用 我们在喜乐团企 我那时候跟Helen讲说 Helen 我们可不可以把我们现在 团企里面的人分ABCD呢 即便我知道他已经 他不是A 或者说他只是 他会关怀 那或者说我们做完门循 我就把它视为 先视为A了 用一个期待的角度 期待他可以成为属灵的父母 就刚刚那个早上这个廖长他讲的 我们要对学生有期待 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要有期待 我记得以前小组教会有一个口号是 人人要做小组长 人人要做小组长 所以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小组训练的目的就是 我要成为关怀人的 我要成为一个 这个属灵的父母 然后来带领初心的 带领造就的 然后我们一同去赢得卫性主的亲友 那这个呢 就是我们如何帮助人 一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去帮助人 他们能够对神 对人对事情有正确的回应 那这个呢 就叫做灵命成长 弟兄姐妹 灵命成长呢 所谓灵命就是 对人对神对事有正确的回应 好 那我就分享到这里 大家谢谢高牧师 非常棒的分享 非常棒 那不知道你觉得你是在哪一个阶段 我在青年 没有